大红狗开学第一天 大红狗开学第一天 我叫艾米里·伊丽莎白 我每天都骑着我的大红狗克里福去上学 但是克里福太大了 不能到学校里去 不过在克里福还是个小狗狗的时候 它去过我的学校 有一天我要去学校上活动课 就带上了克里福 所有的孩子都想摸摸我的小狗狗 皮尔逊女士也喜欢它 活动课开始了 皮尔逊女士拿出了手指画颜料 克里福立刻跳上桌子 他绣了绣黄色的颜料 哦 天哪 克里福在桌子上滑来滑去 皮尔逊女士说 克里福真是个艺术家啊 皮尔逊女士要把克里福放进水里 帮他洗干净身上的颜料 提姆正好有一艘用牛奶合作的船 克里福坐这艘船的船长再适合不过了 船长克里福爬上了桂杆四处张望 他终于把身上的颜料洗掉了 皮尔逊女士把克里福擦干净 他说接下来他要做曲奇饼了 皮尔逊女士揉面团时 克里福对面粉袋产生了好奇 啊哦 克里福又搞得一团糟 皮尔逊女士说 也许带克里福到室外去玩玩比较好 我想克里福也许会喜欢滑滑梯 他从我的手里挣脱了出去 滑下滑梯 一屁股降落在了沙箱里 我们得把沙箱里的城堡重建起来 克里福是这个城堡的国王 他可得意了 午餐时间到了 我把我的三明治和果冻分给克里福吃 他狼吞虎咽的吃光了三明治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吃果冻 可怜的克里福追着这些滑溜溜的果冻 满地跑 皮尔逊女士说 克里福该回家好好吃一顿像样的午餐 等克里福再长大一点 还可以带他到学校里玩 他真应该看看克里福现在长得有多大了 好了小朋友 克里福开学第一天的故事我们就读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